大家好啊 我们是有朋友是还上着班呢 他看到我在海边就感觉到非常的 说你要珍惜你这个美好的时光 等到疫情过去了 你肯定还会再去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 你肯定不会闲着 所以啊 现在上天能够安排这么好的时光 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就尽情享受这些时光吧 所以我们又来到了海边 人生会有很多的烦恼 比如这个新冠的疫情 就是给烦恼 有五句话送给大家 送给海内外的朋友 专制各种不开心呢 人生所谓的烦恼 不过是心病 想要让自己开心 就要先治愈心病 所以今天向东就在美国加州 开号湖 在这里给大家送五句话 听完就完全响开了 第一个 金子 银子 票子 不如好的身子 人这一生 不要太在乎有多少钱 能够赚来多少钱 不论是赚的是美元 欧元 澳元 还是人币 还是日元 还是韩币 还是 台湾的 钱 钱固然很重要 但身体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 大家知道那个 就是那个司机 给老板打工 结果老板 去世了 很年轻 五十多岁 然后 他就娶了老板的 媳妇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原来意味我给老板打工的 结果老板是为我打工的 给他 赚下了很多的钱 这是在上海发生的一件 现实中的事 在生活中 不能因为小事烦恼 生气 生气再多 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过去常说一句话 气势杀人刀啊 有的人就是 爱生气 然后还不说 还含蓄 让 对方摸不着头脑 然后让两个人的感情 就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 还有一些 女孩子 意味自己是小公主啊 不断的耍小脾气 考验对方 人性是不能经得起 那么多考验的 所以最后 哭吧 哭都来不及了 保持快乐 生活才会充满阳光 你看 现在是 加州是大火之中 然后 科罗拉多是 下的大雪 德州下的是大雨 游的地方还是暴散 我们这边是 现在是 最低是38度 最高是70度 很舒服 很舒服 要穿长袖 第二句话 人之所以幸福 是因为心态好 我们常常夸 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他一讲话 你就觉得 他的心态非常好 心态好 人生才能感觉到幸福 相对的幸福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自我调节 放平心态 在遇到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抱怨 更不能给别人 过不去 尊重别人 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你看 我们现在在美国 在疫情困住 我们现在只能在这海边 在这湖边 来欣赏风景 有的朋友是在旧金山 一直待着 没有怎么出去过 有的在洛杉矶 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跑了 开始向外面出去跑了 跑到外面去了 有的人在国内 在国内的时候 你都能享受父母啊 亲情啊 兄弟姊妹啊 朋友啊 同学啊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享受 享受中华的美食啊 享受很多 在美国得不到的 所以 你在哪个地方 你在美国 在法国 在英国 在澳洲 在非洲 在中国 还是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 在越南 你享受你当下就可以了 等你将来有机会 到那个国家去 你再享受 那个国家的事情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你自己进行调解 遇到事情 新冠的时候 要调整心态 不要抱怨 更不能跟别人过不去 多个朋友 多条路啊 尊重别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第三 是人之所以快乐 是因为不计较 不计较的人生 才是开挂的人生 不计较 来美国的人 实际上有很多是在国内 过得不好 离婚了 生意失败了 遭受挫折了 受到领导打击了 受到童子讨厌了 然后 就是离开了 离开那个伤心之处 去 有的是怀揣着自己的梦想 来实现美国梦 实现中国梦 实现这个世界的梦 梦想 所以过去的就翻篇了 不要说和老婆离婚了 然后房子给她了 就不要计较了 因为还有儿女嘛 对不对 所以不计较 你斤斤计较的话 你就离不开那个地方 你永远就在那个 痛苦的漩涡里面 你看到就脑袋就大 脑袋就疼 什么事你都干不了 也干不好 所以不计较是最好的 不计较才能减少烦恼 减少偏见 不计较的人生 才有可能更加的美好 人生简单了 心就自然快乐了 有一句话叫做 Be Simple Be Happy 简单快乐 送给大家 第四 是气不顺的时候 少说话 沉默是金呢 古代的人是总结了 很多的事例 吃了很多亏 有了很多经验教训 才总结出四个字 沉默是金 特别是在生气的时候 人生别动不动就生气 控制住情绪 才能还自己一个美好的心情 即使在不开心的时候 也不要撂狠话 不要说带刺的话 因为这些话不但难听 而且还伤害别人的自尊 或者伤疤 你给别人下了药 别人到时候也会给你下药 来着江湖混总是要还的 所以还是要多摘花 少摘次 这样的话会好一点 你看那个在中国好声音上 要求李健撂个狠话 撂最狠就是说 我要撞我自己 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你灭了 就是这个 你像原来那个小猪 就在那个视频上 就在那个节目上 经常撂狠话 给对方 好像很气势凌人的 后来因为出了那个事件 第三者事件 所以小猪就 事业就停滞了 就完全停滞了 所以要 不要伤害去 不要伤害去别人 不要辜负别人 第五句话 没人心疼的时候 自己心疼自己 来到美国 你会想起 过去的很多的美好 把很多烦恼 就会淡忘掉 忘记了 时间会治愈一切 而且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买点干果吃吃 买点海鲜吃吃 买点老干妈 买点水果 买点 各种需要吃的东西 就去吃吧 也花不了多少钱 人要健康的话 留的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 还可以赚更多的钱 所以 人在这个世界上 要认清一个现实 很多人是不认清现实 活在那种梦幻里 活在那种虚幻里 后来被现实 打了无数地的耳光 掉到那个窟窿里 然后自己很难爬出来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 一百个人中 有三十三个喜欢 有三十三个讨厌 有三十三个不喜欢 也不讨厌 就可以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 有的是小公主 公主病 觉得别人 不表达喜欢 就表达是冷落了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有人对你有好感 也有人对你反感 有人欲你为敌 有人欲你为友 但人生唯一一个 能够真心爱自己的人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所以要投资自己吧 有那个海内的朋友 要来美国生活 就问我说 要做好哪些准备 我说 你的英语外语怎么样 可以学一学 然后你做饭怎么样 可以学学炒菜 和妈妈在一起 给妈妈炒炒菜 然后让妈妈给你提提意见 毕竟到时候到海外来 到美国来 和母亲的团聚总是短暂的 和在这边生活 才是你自己的 所以要学好外语 学好做菜 这对于你的人生 会非常的重要 也能因为这个 你能交到新的朋友 所以今天就给 分享到大家 愿在新冠的疫情下 在2020年 这种耿子年 这种灾害年的情况下 大家能够 调整自己的心态 能够投资好自己 走出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想看我更多的视频 请 在视频列表里面 有更多 更好看的视频 奉献给你 谢谢 拜拜